还在欺骗我的还不止这一个呢 说其他的 我们两个是谈了两年多了嘛 然后也打算结婚买个房子 但是我这个事情跟他说了很多次 他一直都不同意 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他回来 就是钱包里面有一张物业单 当时那个物业名字就是他的名字 我就纳闷了 我说他有一套房子还不跟我讲 那房子是我父母买的又不是我买的 是你父母买的又怎么样 是你跟你前女友的吧 说呗 那套房子就是我求了还很多天 然后让他去带我去那套房子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做成婚房 但是我过去我就傻眼了 我就看到房子里面有一个结婚照 那个女主任根本就不是我 那个之前我不认识她的时候 我谈过一个女朋友 但是谈了三年是我自己认识的 但是父母是不同意 但是最后因为时间长了 她还是同意的 我们准备婚 那个女的因为某些原因她离开了嘛 离开了之后她不是本地的人 我爸妈不喜欢外地的 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玩微信吗 当初有这个原因 她比她更小气 但是我也跟她解释过 我真的没有 因为我做生意 我真的需要平台 房间里面的照片 我真的需要去聊 去主动跟客户聊天 不管她是不是 我都要去聊 行行行行不解释了 就是房间里的照片为什么不处理 这女生问的也对啊 你想走了吗 又谈了 好歹三四年过去那照片怎么不处理呢 当初我一直跟我父母去做 因为我父母当初这个三层楼嘛 我一直住到二楼 然后那边我就没过去住 当初生死了 我直接把我东西搬回来了 那她说当初不是 我那个房子是按揭的嘛 然后她也出了一部分钱 她说那个房子 她说现在我 因为是外地的 我不想在外面住房子住 也许我哪天我想回来 我在这儿站去住一下 你把我按揭还清楚了 那该多少我们大家平摊 你还想着她吧你 你现在还想着她回来住 我没有想着她回来住 那里面的东西一部分都是她的 包括电视也是她买的 那你可怀疑别人呀 她说她把那边工作眨好了之后 她自己回来收拾 她自己把它 他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化了当品 来各种各样东西 我没说 因为我自己有房子 我都忘记了她房子 那房子面积不大 只有九十多个平方 主持人她全都在说话 我没有说话 在那个房间里面 我看到还有一个照片 就是还和她前女友过生日什么的 还坐海盗船什么的 这个事情我也让她陪我坐 因为我年龄在那儿 我也喜欢 可是她陪我去那个门口的时候 她怎么都不进去 她就弄死了 她都不陪我坐 我现在我才知道原因 啥原因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她陪她前女友坐 她还想着她前女友 所以她不陪你坐是吧 之前不是那个海盗船 是我第一次坐海盗船 真的是第一次坐 以前我坐电梯的时候 稍微快一点 我都会心里面 这是个人的那个心理因素 包括现在的观众 应该知道 有些人她不敢坐 那你为什么陪她坐呢 因为她是骗我去坐的 你以为你还三岁是吧 她说海盗船 她让我坐中间 她说坐中间不害怕 她说你试一下 我真的不害怕 她说那好 我试一下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坐过 再也没有坐过 真的随便随便 让我去坐 我真的很害怕 我认为谁知道